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他告诉你 森林转化为二叉数 问你 在这个森林中 一叶节点的个数等于什么 实际上他就是在考你 森林转化成二叉数的过程 是怎么转化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 转化的一个公式 是不是就是左孩子右兄弟 在二叉数之中 某个节点 左标的节点是 原森林之中他的孩子 右标是原森林之中他的兄弟 对不对 而他告诉你 森林之中的业界点 森林中的业界点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森林中的业界点 是不是可能是有兄弟的 但是肯定没有孩子 那么转化成二叉数之中 是不是可能有右孩子 但是肯定没有左孩子 为什么 是不是右边是兄弟 可能是右的 左边是孩子 是一定没有的 所以说 在转化成二叉数之中 原来森林之中的业界点 是不是一定没有左孩子 那么是不是就是 T中左孩子只正为空的 检检格数 是不是就是C选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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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